老人家手牽著手小心翼翼的走在路上 就是怕又會再次跌倒受傷 我们的地都高低不平 然后又斜坡 那我们这边老人家很多人 我们这边几乎都是居住的老人家 小的又很小 年轻人都去外面打拼了 所以我希望就讲说 这边能尽快改善 因为有时候老人家的安全问题 因为好几个都是在那斜坡那边就跌倒了 我就过来一次 我在这个地方跌倒好痛 我就是走路这个地方滑 有一块了 怎么滑滑了朝天 晒得很痛 看很久 这也是金庸市仁爱区石球路42巷 由于从巷口开始就是一段陡坡 加上路面许久未冲铺 扰托不平 不仅发生多次居民走路不慎跌倒 连送餐的外送员都摔车受伤 像老人家在这个地方 这个行走跌倒的 还有送那个火片大的 骑机车的 因为 因为在这张这个 这个路线 不是说很清楚 所以说有急转弯或什么 看不到 有波卡也看不到 所以说一下子就会摔倒 这条路已经有好几十年都没有做整修了 在接货潮通里长反应后 金庸市员庄东青特别向金庸市政府方面 争取将近170万的经费 将针对思求路42巷 及成功一路133巷71号与73号前方路面 一并进行改善 这边的路面以及排水沟的这种改善 因为长期以来 我们住在这边的民众 就因为时常进出 因为路面不平 所以造成上跌倒 那跟我们李光剑李里长来反应 那你透过李里长 让我来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来这边也会看了很多次 那好不容易跟市政府争取了 大概170万的这种经费 能够来改善这个42巷的这个路面 排水沟的这个改善 那另外对于成功一路133巷 71号73号前面的路面 也一并来改善 我想最重要的是说 让民众进出能够安全 出席会开的LH公所方面表示 这项路面改善工程 预计最快10月底能够完成 希望能紧速还给居民一条 安全进出的道路 记者张旗团 基督报导